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刚刚那个 因为重病处理重在应用 所以刚刚那个乳癌的处理 那个是上半段 下半段就是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也跟各位交代 好 那我们继续来放 这个刚刚的影片 乳癌处理 这张用纱布包裹不透气 我们说要干燥清爽透气是最重要的 尤其在隐秘的部位 伤口如果不透气 是比较不容易好 这张我们再用姜粉泥 在它的换出的根部按摩 我们现在原始点的秘密武器 就是用姜粉泥来按推 这个是有机姜粉再加上姜水 我们用微波炉煮熟 制作出来的姜粉泥 这样子的姜粉泥呢 是绵绵密密的 涂抹按推在皮肤上 可以完全吸收 这个热源就更容易直达患处体伤 修复的速度也比较快 一般乳癌患者如果照着我们这种方法来做 就是在远地我们这样指导它操作 都可以自行调理 我们也设计了一个防护罩 这个防护罩呢 就可以避免摩擦 然后伤口能够透气 这张可以看到姜粉撒在这个窗口上 撒得太多太厚了 这是不对的 我们还是要薄撒 要让它透气 那下面这张可以看得到 姜粉呢在这个窗口上 是不是要清洗 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不必刻意的去抠掉 沾黏在上面的姜粉块 因为它是会自行脱落 即使是塞在细缝当中的姜粉块 也不需要扣出来 它其实是会随着长新肉掉出来 而且结痂之后它也会脱落 只要有足够的热能 身体是会自动修复 修复以后它会长出新肉 新肉芽长出来的时候 那个旧的就自然会脱落 而且修复的时候 那个腐肉也会慢慢的缩小 像这张照片 它有缝隙里面也有很多姜粉 也没有抠掉 慢慢的它脱落结痂 它自然就掉落了 那么如果遇到这种 乳房周围非常僵硬 那如果抹上姜粉泥 再帮它按推 那患者会感觉这个热能渗透进去 很舒服 那僵硬的地方也会变得比较柔软 这样他们运动起来就会比较方便 那么这张图片呢 是有一位患者 他是在腋下 在腋下他有一个肿块 像鸡蛋大 那么就用姜粉泥在他的周围一直按推 姜粉泥按推之后 那个热源直达体伤 那么修复也就特别快 那大概按推两个礼拜以后 它突然间就爆开了 爆开以后这些血水 脏东西就排掉 排好排掉以后 大概四天还五天 马上就结痂就缩小 就下面这个图片 这是现在的情况 已经缩小到这样子小小的 好 这应该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大家都如果有需要 都可以使用 那我们刚刚谈了很多 也有姜粉应用在鼻腔 还有怎么用保鲜膜包裹 这些还是有一些案例 非常精彩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放这些 姜粉泥制作法微波炉 我们现在来介绍姜粉泥的制作 那我们用最简易的方法 用微波炉制作 那么像我这边有好几个容器 不管是我们用这样小杯子的 或者你用条根 比喻都用1比5来做 我现在用这个杯子来做示范 我把姜粉稍微 压一下比较实 要不然下面会空空的 压好了这一个 这个杯子的姜粉 这就是1 我把这个1倒过来 好 这是1 那现在呢 我就装姜水 要1比5 所以我现在就用5杯的姜水 1杯 1杯 2杯 3杯 4杯 5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搅拌均匀 要把这些颗粒都要拌均匀 不要有颗粒状 好 这样拌均匀以后 好 我们现在先用微波乳 我们先打1分钟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这1分钟以后 我们把它拌均匀 旁边会比较干的地方 也是一样再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再继续再打1分钟 好 第二次的1分钟 我们打好 我们可以看得到 旁边比较干了 那中间还是很多水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旁边的 跟中间的 还要再把它拌均匀 这时候已经比较粘了 好 接下来我们拌得很均匀以后 把旁边的干的 都拨到中间来 我们这样子再继续打30秒 为什么不要一次打1分钟呢 如果我们等一下打1分钟呢 它旁边会很快就很干 所以我们用30秒30秒 我们还可以把它拌得很均匀 所以我们现在后面的 我们就先打30秒 好 我们现在看 现在打出来的就是这样 就更干了 那我们把它再拌一下 这时候旁边比较硬了 然后中间呢还是有很多水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旁边的 跟中间的这些颗粒 都把它均匀的再和一和 好 这样子我们就差不多再打 一次30秒 好 看了这个干度 就是差不多是我们要的了 所以我们打了2次的1分钟 然后两次的30秒 那基本上后面的30秒 我们可以自己决定 像我现在这样子 它还是有点湿 好 这种情况 那我大概还可以再打个20秒 好 这样推的时候 已经有点阻力了 很干了 这就是我们要的 现在打出来呢 就非常的热 要让它凉一下 但是微波炉打出来的姜泥呢 现做现用 如果过一下子 它就会变成很干 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 微波打出来的姜粉泥 很方便 然后这样子的湿度 粘度 在涂抹上呢 它刚好是最容易吸收 又最容易推开 我来示范给大家看 这样子的湿度 粘度 还有温度 刚刚好 在这边这样揉搓 这样把它推开 完全吸收 而且连一点渣都没有 所以我们放在背上 放在任何我们的患处 就是这样用力把它推开 用力推 完全吸收进去 刚才示范的姜粉泥 是用在涂抹 按推皮肤上面 如果是灌肠用的姜粉泥呢 就要比较稀一点 姜粉和姜汤或者水的比率呢 就从1比5到1比7左右 这是体积比 那么如果是重量比的话呢 就是1比10到1比12 如果我们是用5克姜粉制作的姜粉泥 加热的时间大概1到2分钟 就加热到比较稀的糊状 这个比率供大家参考 因为每一台微波炉的功率也不一样 时间比率 给各位参考 不过姜粉泥的制作呢 以干姜粉煮烂熟透 没有颗粒为原则 如果姜粉泥两天没有用完 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使用的时候再加热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刚刚也介绍了这些姜粉 姜粉泥还有姜汤的一些应用 那我们来看一些案例 2018年10月腹部突然大起来 且快速变大 经检查有积水及肿瘤 医生要她进一步检查 她不愿意 就每周到推广点来按推 回家也配合内外热源 但半年都没有太大改善 胃口不佳 肚子骨胀 肚子变大 肚皮发亮 2019年5月开始加强运动慢跑 6月份推广点也尝试用姜粉泥按推 将粉泥涂抹上下背部原始点位置 与腹部积水肿胀处 让热源直达患处 按推后再用保鲜膜包住 保暖时间更长 热源不易散食 2019年7月12日 腹部变小变软 现在胃口好 体力也改善了 我常常都是会burt 有时候可以很久的 15-20分钟也可以的 但是我以为是我的胃不好 去看那个卫医生 然后他就叫我去教那个MRI 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狼虫 就是这样子 然后叫我去看那个医生 我就没有去看 因为我知道一看就要开刀 因为他要开刀拿那个出来 才知道是不是癌症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很怕 很怕又不知道做什么 后来就是看那个原始点 又说过来看看怎么样可以 但是那个也是一段时间之后了 从那个叫MRI到来这边的时候 已经大了更多 所以我来的时候是很大的 然后就好像有原始点 我不用去看医院了 这样就好像有一个希望这样子 不知道怎么说 有一个方法不用去看医生 不用去开刀这样子 就因为做那个癌症 我怕他如果是真的癌症 要化疗什么的 我怕我出不下 就来这个原始点 可能就是有那个希望 所以就建设了 就是这样 这个补充一下好了 腹水有时候它是腹部 那有些喔 已经严重到怎么样 四肢都水肿 你们有看过吧 那这时候 涂是不是只有涂腹部 不是喔 这些都是患处喔 所以等于几乎是前身涂喔 四肢也要涂喔 这个要特别跟各位讲一下 不要现在我放腹部 以后来看四肢肿 也就是腹部 不是这样 如果有四肢还是要前身涂 所以花的时间会比较长 好 姜粉泥治好鼻痘炎案例 我罹患鼻痘炎多年 经常鼻塞流出黄龙鼻涕 有时倒流至喉咙非常难受 刚开始 我是使用鼻用肋骨唇喷剂 来缓解流鼻水鼻塞鼻子痒等症状 但药效很慢 通常要三至五小时后症状才会缓解 医师交代要长期使用才有效果 两年前症状加重 于是到医院做内视镜检查 收集鼻痘粘液做分析 也照了X光观察鼻痘内的肌液状况 又做了断层扫描 最后也接受手术治疗 原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鼻痘的畅通 恢复正常 但是并没有太大改善 最近半年反而症状加重 很幸运的是 我接触了原始点 才知道了什么叫热能不足 及服用药物的副作用 看到一个用浓浆汁处理鼻炎的案例 兴奋的立刻照着做 早晚喷鼻 感觉黄浓鼻涕减少了 于是我敢用姜汤直接灌入鼻孔 姜汤灌入鼻孔后流至喉咙 我觉得温暖鼻腔时间较长 直达患处的功效明显 鼻塞黄浓鼻涕改善很多 2019年3月底 参加原始点基础课程 老师介绍姜粉泥的妙用 回家后立刻操作 我用很细长的专用调羹 将微剥好的姜粉泥 输送到鼻孔内 姜粉泥在鼻孔内停留着 温暖舒服 不像姜汤灌入鼻孔后 很快就会流到喉咙 第二天早上起床 竟然没有鼻塞 也没有流出黄浓鼻涕 困扰这么多年的鼻塞 鼻涕倒流 流黄浓鼻涕鼻痛的问题 得以改善 真是不可思议 感谢张医师感恩原始点 及志工们 那刚刚还有一个稍微提 覆水 其实涂的时候 我就是先用电热吹风机有没有 刚刚都已经介绍过了 电热吹风机 吹完热了 再用什么 姜粉泥涂或是姜粉涂 然后如果是姜粉泥要搓干 然后再来还要用电热吹风机怎么样 再吹一次 再涂 再推 干了 再用一次 这样 像这么严重一般要三次 所以我怕你们刚刚涂片 没有提醒 以为这样涂一涂 然后包扎起来就好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样刚刚已经都有讲到 如果实在这样患者以后 多到你没办法应付的时候 另外一招就是什么 毛巾有没有 姜粉撒在上面 有没有 然后甚至如果他还能忍受 再加一点什么 辣椒粉 那比例你调配好 那他腹部也可以放着 然后刺肢也可以放着 然后就用红豆袋把它再盖住 这样是不是比较省力 要不然你来回三次涂一个人 下来如此涂 大概要花很久的时间喔 甚至都可能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以上喔 那这样对你们如果 人员少患者多的时候 你们就做不来 那这时候毛巾 就可以取代了 每个来就怎么样盖住 有没有 然后在红豆袋盖住 然后你就做完了 就可以做下一个 这样会比较省能力一点 但有没有效果 一样有效果 那这两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着 因为都已经介绍 那现在遇到实际状况 就不要忽略了我刚刚讲的 因为这些影片没有显示出来 所以输回去还是要怎么样 细读喔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江粉喷鼻调理 严重鼻炎案例 我的鼻炎二三十年了 我就接触到腰色点 和姜粉 我的鼻炎好多了 我拍了三次 生活就很明显 也不打喷气了 鼻涕也少了 原来是糖鼻涕好多 打喷气也很多 打开点腰色的手掌 你肥涯也不行 肥涕有时候就能用牙涕和鼻涕 肥涕行 这样以后这拍了三次 这才一半天 拍了三次 也没牙气的拍 拍了三次 这小官很明显 别不肥涕鼻涕了 那肥涕也少了 基本上不打 你没啥就穿手了 就这样不行 一刮头就有鼻涕头了 肥涕不肥涕 肥涕不行 我拍了三次以后 基本上不得咋肥涕 这小官很明显 我师父很好 有操作过程 这个高的时候 这个量呢 拍的量有这个活塞 这里边这个距离有关系 对 要想拍的多呢 就这个距离要拉一大一点 那么喷的手段呢 这个活塞的行程要短一些 喷的手 这样就一下子就喷进去了 要想拍的多呢 这个行程也要大 好 这些那个 好 这些那个 好 这些那个 好了 这些行啦 喷上又有精神了 哈哈哈哈 而说 咋子已不痛 再喷姜粉有辣的感觉 感觉嗓子有力气 烟部分泌物明显增多 因鼻梁骨处疼痛 同时把鼻腔也喷入姜粉 第六天 因喷姜粉时太用力喷太多 导致鼻腔痛 眼流泪 头痛 但惊讶的是 九年前鼻骨骨折 鼻子一侧不通气 三个小时后竟然通了 2010年鼻骨骨折X光片 2010年鼻骨骨折报告 期间发生两次额头和鼻子痛 痛感是平时的50% 没有恶心呕吐 按推头部原始点缓解较慢 用姜粉喷鼻腔后 外部温敷鼻子和额头很快缓解 5月17日 用姜粉喷19天左右 鼻腔保持通畅 没有胸温 读书声带有力气 头部没有严重疼痛 应用后效果明显 所以即使给我先生的鼻腔和喉咙 也喷姜粉 只喷四次 他20年的鼻眼 基本痊愈 温馨提示 一 第一次喷很辣 一旦突破便不再有强烈刺激感 二 小孩和老人慎用 可以用姜汤和姜粉泥喷 三 喷洒姜粉后 带红豆冒温敷效果更好 喷洒方法 一 用塑料喷粉瓶装入姜粉 喷粉瓶的长管对着鼻腔和咽喉 用手挤压瓶身即可喷入 喷洒时可具自身情况 修正喷粉管进入深度 二 姜粉和姜粉泥可交替使用 姜粉泥微波炉打热 用5毫升注射器 把吸糖管减至7公分 套在注射器上 推进咽喉部位 三 喷鼻子和喉咙后 尽量多停留一段时间 避免多次反复喷 致使姜粉进入呼吸道的机会增多 症状有所缓解 就改用姜粉泥 避免长期喷粉进入肺部 姜粉干燥 喷洒时 覆盖面积大 容易附着 不易脱落 保留时间长 四 喷喉咙时说 喷喷 喉部容易打开 姜粉和姜粉泥容易达到深处 把喷管伸入软饿和会咽部 嘴里有唾液咽下 或者吐出来 都不容易把姜粉从咽喉部位带走 姜粉直接接触患触直达病脏 严重的可以用微波炉打热的姜粉泥外敷 姜粉泥灌肠治好长沾黏案例 长期困扰我的腹痛 胀气以及便秘的症状已经有三十多年 医院检查曾诊断为长沾黏的问题 医生告知是一种手术后的后遗症 只要动过刀就会出现或轻或重的沾黏情况 粘年几率约95% 因为担心再度开刀仍会有机会造成二次粘年 所以就想尝试其他方式来解决 这些年我吃素 吃得很清淡 有试过进食 药物治疗 低渣饮食 少高鲜 多喝水 细嚼慢咽 以预防阻塞 凡是可以维持肠道的通畅 能够改善便秘的方式 我都尝试过 生活饮食中也很注意 减少摄取会产生气的食物 如豆制品 奶制品 高油脂等食物 只要有人建议可以帮助肠胃活动的 我都尽量做 但是也都没有太大改善 2010年开始接触原始店 知道是体寒热能不足的问题 我开始补充内外热源 改变生活饮食习惯 腹痛及胀气已有很大的改善 2018年5月开始姜汤灌肠 这个直接温暖腹部器官的姜汤灌肠 只灌了几次多年困扰的腹痛及胀气症状 几乎完全改善 2019年3月我改用姜粉泥灌肠 第一次用15毫升停滞很久没有排出 不像之前姜汤灌肠时间很短就有强烈便移的感觉 姜粉泥灌肠后肛门热热的肠道暖暖的觉得很舒服 大概六七分钟后才感觉有点便移 排便时毫无感觉和姜汤灌肠的感觉不一样 第二天再用30毫升姜粉泥灌肠 大约10分钟有强烈便移 明显感觉肠道热热的 真正达到直接温暖换出器官 而且时间又持久 第一个星期没有特别感觉 但到了第二个星期 突然感觉排便能轻松滑出 和之前姜汤灌肠的感觉不太一样 多年排便像挤牙膏的感觉几乎完全消失 好 那大概就是之前的介绍的一些应用 也让大家看一下案例 那我们继续我们后面的 好 二 内热源 内热源的姜汤姜粉姜粉泥 不仅可应用于温热性饮食 还可用于灌肠 一 姜汤姜粉姜粉泥 为确保姜的品质 最好挑选有机认证的瘦小土姜 姜汤是鲜姜片或干姜片熬煮而成 虽然用干姜片熬煮其药性胜过鲜姜片 但法无定法 不论用何种材料 以及用量浓度等 都要考虑个体差异 服用方法是少量多次小口温热吞服 以使热源的补充源源不断 如果紧急或不方便熬煮姜汤 虽然也可以服用姜粉 但因姜粉味辛辣 且不易消化 不像微波或锅煮的姜粉泥 口感较佳 且药性温和容易吸收 所以姜粉泥才是最好的替代品 虽无定法 但依病情 在患者能接受吸收的前提下 针对成人每日姜的用量 提供下表供参考 病情 轻症 鲜姜片 常规用量50克 上限100克 干姜片或姜粉 常规用量5克 上限10克 重症 鲜姜片 常规用量100至150克 上限500克 干姜片或姜粉 常规用量10至15克 上限50克 入病 鲜姜片 好 其实这里是重病处理 真正要看的是在这里 下最后一行 好 那一般 鲜姜片要制成干姜片 一般是10比1啦 但有一些好的材质 甚至可以做出更多的 姜 姜片来 好 那如果说 我们就以鲜姜片来讲吧 一般500克是1斤 在大陆的是他们算法是这样 那750克就代表是什么 一斤半 这是合理量 也就是常规用量 那最好不要超过一斤半 这个上 不 这里是三斤啦 最好不要超过三斤 1500 1500克 好 那 是不是有可能超过呢 有可能我刚刚讲的 个别体质有可能常规用量 他还觉得不够 那这个我们可以视情况增加 所以也可能超过这个量 到两斤或是怎样 这个就超量 那如果三斤以上就叫超限 之前还有人用到 甚至四斤五斤的 我们都遇过 那服用 他也觉得蛮不错的 所以没有一个定法 但是也不要一开始 就用这么重的量 我建议即便一开始是 一斤到一斤半 最好先用几两开始试试看 比如说用个250克或300克 因为它太辣了 有些人不适应 那你先这样试 他愿意了 你才慢慢增加 如果他吃了就有效了 那你也不用增加 就以他 每个人不一定一定要用一斤 了解我的意思吗 有时候甚至更低的量 他也可以解决 那至于轻症 我认为这个 不一定要喝到溶姜汤 淡姜汤也可以 甚至用一些外热盐 它就可以解决 甚至像现在很多很好用的 咽痛啊鼻咽 那些感冒症状 喷一喷也许就解决了 那到了稍微重症 那也你看 它的量也不多啊 差不多两三两而已 这些都供大家参考 那重症一般是不超过一斤的 好 那我们直接来看内蚊子 用量要有少见增 见效极致 虽低于常规用量亦可 其后增减 则是病情需要而定 重病患者 只有在经过按推 温敷 温热性饮食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的全面配合 病情仍无改善 但还能吸收的前提下 才允许超量超限 只是不可长期为止 一级病情改善且稳定后 需逐步调回常规用量 重病患者若不愿服食浓姜汤 姜粉与姜粉泥 或服后吸收不良而出现症状 以减量减淡 改移重症患者的用量 甚至更少 一颗姜加西洋参 生晒参 红参 甘草 龙眼干 红糖等 加一种即可 或直接改用浓参汤 以减弱内热源之药性 并改善 并改善口感 值得一提的是 浓参汤性温 亦被吸收 且患者多能接受 故成为救治重病的最好选择之一 好 这里有谈到红参 我还是稍微提一下 我们生有好多种 好像美国这里就是花旗生 那问题花旗生 它的热量 跟红参比起来 还是怎么样 药性稍微薄弱 所以一般在重病患者 我们几乎是不用了 那你如果要用 也可以花旗生跟什么酱 一起合来煮 这样也是可以 那红参有它的特性 因为姜虽然是 很好的一个内热源 但有些重病患者 它是不适应的 它觉得太强烈了 像遇到这样的患者 我们也遇过 那这时候 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当然就红参了 那问题红参 有现在外面 大家最常遇到的 就是韩国的高利生 还有大陆的这些 各种名目的红参 对吧 那大陆的红参 跟韩国的高利生 问题价差蛮多的 这个你们知道吗 哪一个贵啊 高利生贵 然后高利生又有分天地量 同样是高利生 他们天跟地 就价格也差 差得跟天跟地一样 我有时候 你看到粮 有时候一斤 如果以台币 差不多 假设七八千 假设 那有时候那个 到天的 它是好几万 你知道 那他们选择天跟地跟梁 差别在哪里 你们知道吗 看漂不漂亮 那个生长得好不好看 是看外形来决定 确实就是这样 要不然生就是生嘛 那经过人为的 他就把它区分 那我认为应该也是商业的一种 那天就是简单讲 就是长得像杨贵妃这样 肥肥胖胖的 那这个就价值就高了 那什么叫粮呢 长得像赵飞燕的 瘦小 那他就把它认为 这个就是把它骗到 那甚至切身 就是有时候切坏的 长相更不好看的 那价格就更便宜 它是这样分 好 那原始点要不要去分这些 不需要 原始点是要拿来吃的 不是拿来欣赏 所以只要有效就好 所以我建议各位 如果要吃 要吃天还是地还是凉 还是甚至切身更便宜 对吧 那就吃切身 越便宜 我们选择越便宜的 那问题又来了 那韩国即便粮 跟大陆的红参比起来 哪个贵 还是韩国贵 它即便切身 有时候还是比 大陆的红参贵 那当然我们不说 有一些制造商加红糖 这些伪劣品 如果是纯的红参 那我认为 大陆的还是便宜 高利生便宜非常多 那疗效呢 一样 我跟各位讲 真的是一样 那红参它有分 四年跟六年的 一般大部分卖的 都是六年的 那四年会更瘦小 长相更不好看 所以一般他们都会 三年就 再移植到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要有养分嘛 那后三年会长得比较快 长得快就会 有一点肥胖感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我比较喜欢赵飞燕的 好 我不喜欢杨贵飞的 我认为瘦小才有力 太胖跑不动了 然后瘦小又便宜 然后又有力 我们只是要 让我们身体恢复体力 那我当然选择 最瘦小最不好看的 然后最便宜的 然后又能达到疗效的 好 我对生的看法是这样 所以如果让我挑 如果都是红生 我们说伪劣品就不提了 那我们如何来欺骗伪劣品 我建议最好的方法 就是看这一家厂商 有没有有机认证 这起码是一个比较 客观的看法 要不然你们都外行 你们也不了解 那如果能够要求到这一点 你们就可以保证品质了 那保证品质之后 你再来选择那个价格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价格是要 越便宜还是越贵的 当然越便宜啦 那长相最不好的 我最喜欢那些 然后如果只要它有机的 我认为更好 所以挑选还是要以有机 瘦小 因为我发现 各位选择能力不好 那有机 像我们现在用姜 它都是有机啊 那也是欧美认证的啊 那这个都有一定的品质 它要通过 毕竟还是要被检验过 那大家在选同身 我也是做如此的建议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我们下期再见